欢迎收看新闻随便看 这个社会是很公平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去为自己不喜欢的APP 打异性的负贫 给他一个差评 但是有钱人发现 原来你们也可以这么做之后 他就决定直接买一下他不喜欢的APP 世界首富及电动车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现立收购推特的建议 在美国时间星期一终于敲锤 资料显示 马斯克将以美股54.2美元 不总值440亿美元 全面私有化 最佳拥有16年历史的社交网络平台 买下一个公司罢了吗 有什么了不起 这样也可以上新闻啊 我昨天也是买下一个公司 我买下一个披萨和朋友公司 是的各位世界首富 Elon Musk花了44B 买下了推特 只因为他没有那么喜欢他 那我可以不可以问他一下 你能不能够讨厌一下我 但有一些观众还不知道Elon Musk是谁 我先介绍一下 他就是世界首富 因为他有特斯拉电动车 然后同时他也是 SpaceX火箭公司的老板 还有很多各种项目 像是Boring Company 或是Neuralink等等 总之就是科技狂人当代的天才 但是他天才的地方不只是科技 他也是一个语言天才 Elon Musk其实已经在偷偷学会中文了 你们知道吗 不信你看 如果这条视频超过一万转发 重要的是他觉得推特没有言论自由 于是他在购买的第二天就发文表示 如果他自己上任的话 他会让推特获得绝对的言论自由 在上面什么议题都可以讲 意思就是 这个Famil Reza 可以去推特发布这个画像 到时候Elon Musk会保你的 OK 搞不好直接把整个马来西亚买下来 但是言论自由就一定好吗 实际上这个也是美国社会一直在争论的议题 因为推特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它引领了非常多的社会变革 例如像是中东 它就催生了阿拉伯之村 女权分子在上面发起了 hashtag MeToo的活动 Black Lives Matter 也在推特上面 然后不断的发起各种hashtag 最终导致社会的革命 推特真的是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 越变越伟大的平台 你知道吗 几乎就是可以跟Pornhub起名了 但是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开放自由的言论环境 也让推特充满各种各样的仇恨言论 像是研究于显示推特中的仇恨言论 每年增长30% 而且根据社群媒体的特性 也让更多人活在各自的同温层里面 最终造成的就是 美国社会对左右派逐渐的对立 甚至是还有很多的假新闻也越来越多 例如在疫情期间 阴谋论者就在推特上面 非常的流行 开各种各样的podcast 你知道吗 然后总之就是有很多无脑的内容 而在这一点上 它又没有像Pornhub这么伟大了 它可能比较像是抖音 于是推特就开始 做出了一系列的言论管控 例如提供report abuse的按钮 每年更新对仇恨言论的定义 开始去做fact check 然后一直说Donald Trump讲的话是错的 甚至是在Donald Trump支持者 冲入国会之后 推特还做了最违反言论自由的举动 那就是直接关闭特朗普的账号 就是Donald Trump那个短短的手指终于可以休息了 耶 但是财大器除的Donald Trump也没有那么大财大器除 因为如果真的很有钱的话就直接买掉推特 Donald Trump他很不爽 所以他做另外一个决定 就是他自己开自己的社群平台 叫做the truth 而且他还超越了推特 超越了tiktok 成为下载排行榜第一名 这代表什么呢各位 这代表 有免费的Facebook他放着他都不要用 Facebook是真的做得烂啊 他每天骂的一直床标我 所以Elon Musk买掉了推特要让他言论自由 但我想问言论自由就一定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极端的马来分子群体 在那边一直做hashtag本搭档的言论 然后大家聚集在那边讨论起来 变成一个同温层 势力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可怕 威胁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社群的时候 我想请问你会喜欢吗 你是不是希望推特可以把这个hashtag拿下来 当然也希望嘛对不对 总之呢社群媒体应不应该拥有全然的言论自由 欢迎留言来告诉我们 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希望那样子的世界发生 我希望就是到处都充满极端的言论 然后各个派系各个社群同温层都互相不认同对方的言论 因为到时候这样的话 哈我们的这个中指碑 就绝对可以大卖了 哈 有些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OK 嗯 人手一支中指碑 人手一支中指碑 是的各位先进一个广告 我们和princious.com合作的中指碑 还在热卖当中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买来 给你讨厌的老板同事还有其他人看啦 一个只要30块钱 我们要感谢princious.com 我们这个大马最强的一站是客制化礼品网站 帮助我们压低成本 帮助我们printing of your precious gift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生日公司要宣传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不管是一件还是一千件 他们都可以很强很方便的帮你印出来 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呢 你也可以印衣服啊 抱枕啊 帆布画拼图等等 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东西 他都可以帮你印在上面 送货非常快 而且老板人也非常好 所以如果大家以后要印东西 记得princious.com这个品牌啦 然后我们非常优质的 这个质量非常好的中纸杯 连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来一起购买啦 最近是我们的开在节 我也有廉价到来了 哇每个人都可以放假 非常开心啊 这么喜庆的日子 我们当然要来聊 死刑 来自霹雳 拥有智力障碍的男子 纳加德兰 2009年 他因为走私了 42.72克的海洛英 到新加坡 在隔年 就被新加坡的法庭 给判处死刑 新加坡法庭 今天驳回大马集 智障毒贩 纳加德兰的 最后上诉申请 这也就是说 纳加德兰 如期在明天问调 可见纳根穿上了 他最喜欢的衣服 按照惯例 新加坡在执行死刑前 允许家属给死囚 买衣服 同时拍照 留下最后的影像 没有错各位 这一位就是纳根 他的智商只有69 低于平常人的85到115 然后他也是在哄骗 以及胁迫下 到最后去做运毒 这样子的事情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 可能会希望他被判死刑 但是你必须理解 69的智商 大概就是13到14岁的青少年而已 你自己是34岁的时候 就很成熟吗 没有做错过决定吗 你以前还买这个包 到处走来走去炫耀的 然后你们还拍什么非主流照片 这样拍那个刘海要留厚厚这样子 然后你的MSN名字叫障碍家族 孤独的一匹狼 你都做过很多错事吗 还敢讲人 那这件事情在2009年就发生了 我们耗死14年 马来西亚多方的人马 从人权团体到律师团体 国际媒体到我们的首相 也亲自自函给新加坡的总理李献龙 但这么多人的努力依然没有办法拯救他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 我们对于毒品罪是非常的严苛的 我们执行的是唯一的强制死刑 什么是强制死刑 就是讲说只问罪行 你有犯这个罪 那我就瞎判 他不去看其他的情况 不去看犯案的人是谁 不去看背后的原因还是怎么样 他总之就非常的死板 那老实讲 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喜欢 像是沈可廷案件发生的时候 大家也会讲说 法律是死的 人是活的 不能够因为法律这么指定 我们就这样子下判 所以同样的 如果你唯一的刑罚是死刑的话 老实讲 真的也是 你没有办法涵盖所有情况吧 这样子也太冷血 太死板了吧 同理 纳根的行为呢 他背后其实也有非常多因素去影响 像是他的智力障碍就是一点 非常重要一点 除此之外呢 作为少数群体且贫穷 也是导致很多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像是新加坡 有25名要被处决的这个死刑犯里面 有高达75%都是贫穷的少数英译群体 少过你人口占比10%的印度人 却占你的死囚犯里面的75% 所以其实族群背景 文化教育 贫穷且暴力犯罪多的环境耳濡目染之下 都很有可能是一个人到最后 会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生活成本 已经高过他的犯罪成本 生活没有给他活路 所以反对死刑 我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承认讲说我们社会有问题 我们看到了把你变成怪物的环境 并且我们想要改善这个环境 我们知道 你可能还是占最大错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部分的责任 而这部分的责任就是 我们会花纳稀人的钱去供养你 就是可能众生监精 当然你看你在牢狱里面 也可以做更多的劳力 但是重点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责任 我们不会直接说 全部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是怪物 然后我们要处死这头怪物 不是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责任 而不判他死刑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他的一种歉意 当然死刑这个议题非常的庞大 也非常的历史久远 各种人马在叠叠不休的讲很多 我没有要试图说服你还是怎么样 但我只想要各位记得 你不是更加善良 你只是更加幸运而已 而对待更加不幸的人 我觉得惩罚跟处始他 不是我们社会应该有的 太 我知道很多人又要骂我了 左教左派啊 如果人家杀掉你的妈妈 你怎么办 像上次我讲罗信亚人议题的时候 很多人就讲 你怎么记不去拼情 我讲的是劳动秘籍型的产业 but anyway anyway我只是 我没有讲我一定是对的 但我要表达的是我自己的观点 对不对 左派的观点 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到 关于死刑 或者是强制死刑 更全面的剖析的话 欢迎留守我们的议题包包干 OK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我们会在未来的议题包包包 给大家做一期 会让我更加被人骂的节目啦